可能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分享了一些神奇的宝剑知识后 才发现信息不正确或完全错误 而换来满脸的尴尬 在科学主导的今天 是时候结束这些流传已久的迷思了 我们在这里整理了 实相大家常常听到的迷思 总结并纠正了这些误解 迷思一 吃糖过多会导致糖尿病 与普遍的看法相反 糖病不会引起糖尿病 但是 吃糖过多会使您的体重增加 而超重会增加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 减少糖尿病风险的最好方法是注意体重 这意味着不仅要减少摄入的含糖食物的分量 还要注意摄入高脂肪食物 对于第一型糖尿病 目前医学界没有发现任何跟饮食相关的并发原因 因为这种类型的糖尿病 只会在一线中产生胰岛素的细胞被免疫系统破坏后才会导致 米思二 红糖 蜂蜜 蜂糖浆或龙蛇兰花蜜式糖的健康替代品 这些糖其实并不比普通的食用糖好 这些糖都空有卡路里 而几乎没有任何其他营养 虽然为加工的糖可以保留一些矿物质 例如钙 铁和钾 但其中所含的矿物质的含量极低 与普通白糖相比 这些所谓更健康的糖没有提供任何重要的额外营养 并且与普通白糖的卡路里含量几乎相同 无论是哪种类型 您都应该注意糖的摄取量 米思三 排毒能清除体内毒素 排毒饮食 果汁和治疗方法非常受欢迎 但是采取步骤排毒的想法其实只是一个神话 从医学的角度来看 没有人需要排毒 因为我们的身体 自己已经能够很好地清除毒素了 而如果身体在一些严重情况下 不能排出体内的毒素而导致毒素积聚 那么我们的生命将会受到严重威胁 需要急救 因此 无需节食 喝酒或进行清洁或排毒步骤来为您的身体排毒 保护身体排毒功能的最佳方法可能就是 照顾好自己的肝脏和肾脏 它们是人体排毒的主要器官 为此 请尽量减少食用过度加工和包装的食物 例如薯条 限制含糖食物 脂肪食物和酒精的摄入量 因为这些食物会引起脂肪肝 并且多喝水 迷思四 碱性食物可降低体内酸度 从而改善健康状况 尽管碱性饮食基于鼓励大量食用水果 蔬菜和植物类食品 同时限制加工食品的摄取量而相对的健康 认为它可以帮助中和人体内的酸度则是一项迷思 人体内的血液呈弱碱性是事实 而胃部内的酸性有利于分解食物也是事实 您所吃的食物并不会影响人体自身碱化或平衡其酸度的方式 您的肾脏和肺部可以在不受外部饮食习惯的影响下做到这一点 它们可以保持体内的酸碱平衡并保持血液PH值的稳定 如果它们失效 生命也将受到严重的威胁 迷思五 每天喝八杯水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水具有多种健康益处 包括改善皮肤和预防胆结石等问题 每天喝八杯水的做法在医学上其实是没有根据的 虽然水是保持水分的必需品 但每天无需至少喝八杯 这是因为饮用水不是我们摄取水的单一来源 我们从吃的水果 蔬菜甚至是喝的果汁 和咖啡中都能获得水分的补充 此外 目前也没有科学证据表明 多喝水对一些特定群体有健康益处 话虽如此 水仍然是最健康的饮品 只是不必特别在意八杯的分量 而是在感到口渴时才喝 米斯六 用微波炉处理食物会流失营养 没有科学证据表明用微波炉处理食物 会降低食物的营养水平 实际上 如果您正确使用微波炉 比起其他烹饪方法 微波烹调是保留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更好方法 这是因为养分暴露在高热能的时间较短 损失也较少 而且 微波烹调食品所需的液体量小 有助于减少养分泄漏 为了最好的保留食物中的营养 您可加入少量的水在微波罗容器内 用盖子轻轻盖上 让水蒸汽蒸煮容器里面的食物 只要注意不要添加过量的水即可 迷思期 五秒规则 您是否曾经见过有人失手掉了一块食物 立马捡起来 原因所谓的五秒规则 然后吃掉它 值得一提的是 五秒规则完全是没有根据的 细菌粘附上掉落的食物上 根本不需要五秒钟 在食物触碰地板表面的瞬间 能附着上的都已经在上面了 值得一提的是 地板上没有细菌的机会很小 所以几乎可以肯定的是 从地上捡起来的食物一定沾上了不少的细菌 为避免生病 最好将掉落的食物扔掉 或者至少在仔细清洗后才食用 米思八 水果和蔬菜的外皮应该被剥掉 水果和蔬菜 例如土豆、苹果、胡萝卜和柑橘类水果表皮上含有丰富的营养 有皮的苹果比去皮的苹果含有多三倍的维生素K 1.5倍的维生素A 1.2倍的维生素C和1.2倍的钙质 同时 带皮的土豆比包皮的土豆也含有更多的维生素C 另一个额外的优点是水果和蔬菜的外皮纤维含量高 可以帮助我们长时间维持饱足感 这对减轻体重有益 越来越多的医学证据也表明 摄入足够的纤维可以有益于消化 改善血糖和胆固醇的控制 因此 包皮实际上就是在去掉这些好处 所以 为了省去了多余不必要的麻烦 我们就不要浪费掉这些果皮吧 迷思9 公共马桶坐垫可导致感染和疾病 我们都知道 离开浴室后需要洗手 但是也有许多人担心 直接坐在马桶坐上会不会也感染传染病 技术上来讲 我们是可以从马桶上感染疾病的 但是机会很小 厕所里除了马桶 水槽 柜台和门把手等其他表面也有可能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 实际上 与手相比 我们臀部完整的皮肤完全足以阻止细菌进入我们体内 而这些细菌更容易从我们的双手通过直接触摸眼睛 鼻子或嘴巴来进入我们体内 因此 上厕所后使用肥皂和清水洗手还是避免细菌感染的最佳方法 迷思时保持身体温暖可减低感冒几率 冒雨可增加感冒的风险也许是世界上最普遍的观念之一 可是天气变冷或变湿其实并不会使我们感冒 要生病 先决条件是被病毒或细菌感染 然而 这句话也可能有些道理 由于以下原因 在寒冷中出门可能会间接引起感冒 寒冷的天气使病毒在空气中的传播时间更长 例如 在摄氏4度的低温下 流感病毒会在大气中徘徊24小时 而在温暖的国家中 平均一天的时间里 流感病毒会徘徊30-60分钟 此外 在寒冷中 人们待在室内 并且经常与他人靠近 从而使感染易于传播 至于细菌感染 它可以通过吸入含有细菌的飞沫传播 当您周围的感染者咳嗽或打喷嚏时 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 在寒冷干燥的天气中 可能会刺激喉咙 如果已经存在细菌 则可能导致喉咙感染 虽然寒冷的天气并不会直接导致感冒 但是这就是为什么它可能增加您感染和生病可能性的原因 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 请随时订阅这个频道并打开小铃铛 同样的 如果您希望我可以深度探讨一些问题和话题 请在下面留言区留言 谢谢 我们下一个视频中再见 我们下一个视频中再见